不费摇滚嘉年华热闹登场 有别于一般传统的音乐会 今年将艺术、文化、环保、市集和音乐结合 让活动展现新生命 副市长叶匡时表示 借由这场摇滚嘉年华会 让年轻人理解爱护环境传统再生的重要性 点亮哈马新不费摇滚嘉年华会 在哈马新铁道文化园区盛大登场 现场卡司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 副市长叶匡时14号下午到现场参观 他表示不费摇滚嘉年华 将艺术、文化、环保、市集跟音乐结合 并非一般传统的音乐会 希望让年轻人理解爱护环境传统再生的重要性 它不是一个一般传统的这种音乐 摇滚音乐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就结束了 它还结合那种环保不费 就是不要丢掉废弃物 很多的我们认为是废弃物的东西 事实上可以再生再利用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好的 所以刚刚看了除了一个音乐之外 我们旁边配合的这些不费四级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边的这个门绳 门绳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就是传统老的东西了 好像应该已经抛弃了 可是事实上你把它重新的 去做一个装置艺术以后 你发现它有很多新生命被产生出来了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观光举表是不费摇滚嘉年华会 是一场结合装置艺术 流浪动物环保市集和音乐表演的全民运动 希望参与的民众共同欣赏 融入城市美学的地方创生艺术品 我们这次点亮哈马星这个活动 我们整个主轴其实是以老星共融为主题 那老星共融其实是以哈马星这个区域的特性 因为哈马星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区域 然后再加上最近它整个翻转 是因为年轻人的力量 还有在地人的力量的一个翻转 所以我们用这样一个老星共融 这样的概念我们来推动这样一个活动 另外现场还举办各种小型论坛 和民众分享小农理念 地方创生等话题 以及各样好吃好玩好逛的 肺域清市集 推出许多在地店家的优惠活动 让民众感受不一样的音乐节 记者王思武张世民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